嗨 大家好 歡迎收聽上牙實況 我是上牙 我們繼續回來這一個 有點像是 在 找找看哪一個才是對的 對 我們現在這個謎題就是 我們要一直 去找跟著那個聲音 每當我走到對的道路的時候 聲音就會 變化 可是我如果一個走錯了 我就會回到最原本的點 這個好像也試過 這個好像沒有試過 喔 對了耶 又出 又死 都沒有 又出 到底是哪一個 這個 喔 錯了 這個 然後是兩根 這個 然後第二個 這個 這個好像沒有 這個有試過的嗎 都 兩邊都沒有的 看一下它提示怎麼寫 嗯 右邊第三 我好像已經四個了 一 二 三 四 右邊第二盞燈 我剛剛在哪裡啊 這裡嗎 找一個高 這個 這裡 然後 這邊 這邊 然後 第二個 然後 然後我們現在是 要看到第四個吧 一 二 三 然後第四個是右邊第二盞燈 右邊 第一盞 第二盞 然後我們現在是 最後一個是 左邊第二盞燈 左邊第二盞燈 一 二 喔 冰果 喔 嚇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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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我到底還在 天啊 鬼陰與西中駿馬 鑰匙掉進水裡了 它會在哪兒呢 水喔 這裡喔 這樣子我的心有餘悸 我現在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怕怕的 喔天啊 這裡 這 啊 啊 你想玩再玩嗎 蛤 蛤 這個是要我做什麼 英靈 喔這是英靈吧 欸 百科 百科染血了 鬼陰 我看一下西中郡馬 瑞典有很多湖泊 河流 和溝悍溪流 所以瑞典冥界傳說中到處都是居住在漆黑的深水中的奇異生物 西中郡馬是一匹齊齊在小灣或湖泊旁的膚色蒼白的馬 他引誘兒童騎到自己的背上 西中郡馬的背脊會因他引誘來的每一位騎手而生長 當他滿足之後他就會躍入水中 而那些孩子便會淹死在那兒 西中郡馬和水精靈有很多相似之處 水精靈是一位有魅力的年輕男子 他將年輕女孩引誘至水中讓他們溺死 也有人說這兩者其實都是同一個人 西中郡馬可能是人們編出來的 警告孩子們不要太靠近湖泊 達拉娜北部還流傳著一種不太一樣的說法 一個年輕人從眉窑下班回家 眉窖下班回家 他決定去附近的一個小灣把自己洗乾淨 他在水中發現了一塊奇怪的石頭 形狀像是一個小孩子 年輕人撿起了石頭 他注意到自己不是一個人 一匹又兩條腿走路的馬正注視著他 那一匹馬的身上長出了一隻人手 並向年輕人伸去 年輕人驚恐急了 立刻跑回了和工友們居住的小屋 他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同伴們 但是他們只是嘲笑他 說他是個最久的蠢貨 他把石頭拿出來給大家看 不過這時石頭看起來就很平常了 年輕人咒罵了幾句後就去睡覺 第二天工人們醒來時就發現 年輕人死在了他的床上 他的肺裡裝滿了水 而那塊石頭已不知手蹤 西中巨馬幾乎總是與死亡相聯繫 不過這也不總是壞事 比如在悲劇傳說《莉莉·尼爾斯》中 最終是西中巨馬將小尼爾斯的靈魂領回了家 從此長期以來壓迫著他的一連串不幸也畫上了句號 鬼陰 他為什麼燃喜啊 OMG 也有一些鬼陰死於天使培育者之手 那些窮困的母親付錢給天使培育者 拜託他為嬰兒找一個好人家 但是母親一走嬰兒就會被殺害 一般來說鬼陰都是被自己的母親殺害的 通常他們都是未婚生子 並且被情人拋棄 被迫自謀生計 他們常見的做法是將鬼陰獨自留在森林中等死 或者讓鬼陰逆死在溪流或沼澤中 也有一些鬼陰死於天使培育者之手 喔這個上面有了 鬼陰作祟的最常方式是發出可怕的哀嚎聲 他們會有以光球的形式出現 很像是瑞典語中所說的伊勒布洛斯 在斯堪地納維亞民間神話中被稱為飄動的威爾爾 及鬼火 並把好奇的旅行者們引入歧途 有時候他們會哭喊著像母親祈求不如 但是他們才能獲得解脫 下面那是什麼東西 說上來 柏格斯拉跟曠區還流傳著一個故事 說一個老農夫回家途中穿過了一片森林 一個小孩子找到了他 跟他在後面喊道 老爺爺老爺爺我好餓喔 老人試著無視他 但是小孩子還是不停地獨囊著 於是最後老人失去了耐心 想要吃的話就去找一個能餵你的人啊 然後吃個夠吧 反正在我這裡是得不到牛奶的 孩子似乎滿意了默默離開 老人回到家時發現他的女兒地上已經死了 從他的胸口流出了一大貪血 他遇到的孩子正是他被 他謀殺的孩子 哦 他遇到的孩子正是他那被謀殺的孫子的靈魂 我 我有點不太想滾下去耶 我用一隻手擋著畫面 幫助鬼陰找到升天的路的人會得到一份禮物 根據某些說法 鬼陰會被其他超自然的生物吞噬 比如說地府林 而如果鬼陰則是被淹死的話 他就會被西中巨馬所吞噬 諾給你 哦 我有把這四個地方的都找到嗎 所以現在還差三個的意思囉 他有說要去哪裡嗎 鬼陰與西中巨馬 看起來他想要四個靈魂 跟隨血跡和怪異聲響的指引 東邊出現了某個之前沒有的東西 好 哦 哦 東邊 看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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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剛剛那個根本是事故現場 哦 血 剛剛沒有這輛馬車啊 哦 嚇我一跳 哦 我要帶點他走嗎 不會吧 OMG OMG 那我還需要找兩個靈魂 哦 這裡又有血了 不會吧 不要告訴我裡面有 裡面有 那個 不該在裡面的東西 我現在好怕喔 我現在把手 我現在整個把手擋在我螢幕前面 可是我推不下來耶 UN 打不開 不行打不開 有什麼辦法可以 天啊 這擺明就是告訴我 我等一下打開裡面 就會有一個嬰兒在裡面 我媽呀 一座流有血跡的橋 一座流有血跡的橋 站在風車旁可以聽見那 呃 在牢裡住著另一個被拋棄的孩子 哇勒 哇勒 有沒有什麼東西 所以他 他剛剛有說風車那邊也有 所以我現在要往風車那個地方去 風車 喔看到了 喔 又一個血 我的媽呀 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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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呀媽呀媽呀 媽呀媽呀 我要怎麼轉啊 我看看喔 哇 也許藝片裡面連著什麼 詭異的東西 我當然知道他連著什麼 詭異的東西啊 我 我不用想 我也知道他連著什麼 東西但是我轉不下來啊 OMG 喔 喔唷 轉了轉了 可是過頭了 我 我 為什麼要挑這個遊戲玩啊 我為什麼要挑這個遊戲玩啊 喔天啊我的媽呀 我為什麼要挑這個遊戲玩啊 喔 喔 喔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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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一話再見 大家掰掰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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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